总统我们讲到了外交关系 美国一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美国的新总统欧巴马 在明年的1月就要上任了 那现在两岸出现这个和解的新契机 想要问一下 请教总统 对于美国新总统欧巴马上任之后的 美中台三变关系 有什么样子的展望 欧巴马先生能够当选美国总统 我们感到也很高兴 倒不是因为 他是我们哈佛的校友 而是更重要的是 那么他在我322当选 以及520就职的时候 都分别有来函 一方面祝贺 一方面对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也有所琢磨 我觉得他的这个道贺函 322号的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 他直接提到了 台湾跟美国要能够恢复一种互信 我觉得这点是跟其他的道贺函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可以想象 这信不是他自己写的 对不对 一定有对台湾书非常熟悉的幕僚 来谈这个 那事实上我们就任之后所做的努力 就我们来看 已经相当程度恢复了 这个台湾跟美国的互信 否则的话军购还有其他的议题上 我们不会相处的这么好 那而且我们也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种互信 因为台湾现在在全球的角色 要想能够有所突破 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就是我们的诚信 我们说到做到 同时也让对方充分了解我们的动向 换句话说 不要经常给人家这个surprise 让大家 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应 而且我们不只是对美国 对其他我们交往的对象也应该这样 这样久而久之 双方有了互信之后 很多事情就比较好讨论 其实熟悉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 国际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 也是人际关系的扩大 因此在这方面能够多注意 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反应 尽量的能够追求双赢 大概是最好的策略